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经典流行声乐教学的第五讲 今天我们的教学歌曲是 《红尘来去一场梦》 这是一首乌启贤老师的一首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固定的、稳定的 包括你的胸腔是比较稳定的 《镜中樱花乱无风》 可以一口气 你看,就像我们吸一口气 吸一口气 在一口气当中去完成一个句子 然后横格膜可以先走 你看我们吸气 横格膜 控制在那里 你的咬字部分了 咬字部分的时候可以稍稍的加强一点点 因为嘴唇的力量 那因为这首歌曲开始的时候 很安静 很静很安静的出来 所以你的气息 就像听过去的时候没有声音的感觉 顿时顿主 《镜中樱花乱无风》 一样的 接下去也是一样 《镜中樱花乱无风》 这个地方 《镜中樱花乱无风》 但是你的身体一定不要去加灼劲 而如果那个《镜中樱花乱无风》 你的口气稍稍可以再开一点点 《镜中樱花乱无风》 再点《镜中樱花乱无风》 更加容易叹得下来 一定不要去加灼劲 好,再往下 好,这一句呢 《镜中樱花乱无风》 这肯定是建立在你的横格摩 一个点里面 然后这里呢 还是一样 你的横格摩先行 就让我们说通俗一点呢 就是你的hold住 就是在你的横格摩 hold住 《镜中樱花乱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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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和葱是说 因为踏着一定是要你的口盖打开 但是这里啊 切记 不是用你的嗓子去挤这个声音 一吸气 下面的气息保持 然后呢 口干呢 稍稍的去抬 打开 声音呢 也不用去特别去加强这个声音 虽然你听过去 空错 但是这个位置到了就可以了 成曲求来四季空从 留不住 又何必眷恋残酷 你看这首歌有好几个都是在低音里面走 你高音上去了 然后你如何又回到 好好的回到你的低音区 所以这个时候 你低音区的时候 你应该多把你的口型 一到低音的时候 多放到你的胸腔的感觉 因为你摸你的胸腔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震动越大 最大的震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你最佳的一个声音出来 所以我特别是觉得 这首歌曲 你的低音 你要想要出来饱满和厚实 所以你的胸腔这一块 还是得加进去 好 往下 这一句你想要把它唱好 我觉得有一个韵律感在里面 你必须有那个气息 你的韵律感 重臣 就是用那个四四的拍子 强弱的关系 红臣不是重音 红臣来呀来 赖子 第一个来子是重音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那个兜子的时候 你可以就这样用重音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呀空 第一个去 还包括后面的空子 那也是重音 你当这个重音加进去的时候 你的气息就开始有流动了 那听过去你的感觉 整个就是在气息里面的流淌 在顺着气息 在气息这个通道里面 随着这个波浪一样的感觉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句 你看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 好 往后接着 日落相西来 越相动 这个地方因为你建立在前面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 都是一场梦 红臣来呀来 去呀去 记得那个位置 空日落 也是在那个位置出来 你不能够忽然 空日落 一下当中你的气息 就不稳定了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说 声段 气不段 所以你的横格摩 这边 空日落 你可以吸气 但是横格摩 你可以如果想把后面这句 唱得有张力 唱得有情感 你可以横格摩 可以控制 然后吸气 可以多深吸一口气 没关系 你看 你看你这地方 情感一下当中 横格摩的控制 日落 位置点 然后这个声音 还记得吗 我们不用说 很实很实的声音出来 其实当你的气息 建立在横格摩 然后你声换气的时候 再换气的时候 其实你的出来的力量 那个声音 就不会很刺耳了 而且听过去 那个情感的层次感 就很不一样的 在里面 在那个控制的时候 其实你看 你吸气 到后面 我不再加任何的灼情了 就是一吸气 一到那一气 就是一口气 顺过来 然后你的位置 特别是高音部分的时候 要慢慢慢慢的 你的内张口 要把它打开 这样的声音呢 可以传得很远 也可以听过 就是声音 在一个位置点 出来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唱第二段 和前面是一样的 处理 谁不追逐 深深叹下来 都用胸腔在说话 一样的 横格摩控制 口型在那里 留不住 留不住 又何必哭哭 枕震风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 还是一样的 都是一场梦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也哭 你这个气息点 就像在荡秋千的感觉 日落相细来 云相动 真情难 铁满无情动 红尘来呀来 去呀去也空 好的 我们今天这首 红尘来去一场梦 我们的声乐教学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 点击订阅我的频道的呢 也欢迎您 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那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接下来的 精彩的内容了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再见 好 拜拜